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近年来SUV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非常火热 主要是国家开放了二胎政策 更多的人需要一款容量更大的车来作为日常出行工具 那么SUV自然也就进入了很多开车人的视野 而很多人所不了解的是 SUV还分为五座和七座两种车型 很多汽车销售商都在古车人们购买七座SUV 但实际上七座的SUV性价比没有五座的SUV高 那么为什么宁愿买五座也不要买七座呢 以下有三大理由 第一是车辆年检政策问题 五座的SUV可以享受六年一检的车检政策 而七座的SUV则必须两年检一次 可能很多车主都不知道车检的麻烦性 那些经历过车检的车主估计连骂人的心都有 排队一排就是一天还不一定能年检合格 要是让你两年感受一次年检的话 估计是一件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 第二是七座SUV在很多地区都被强制要求喷字 一般来说像五菱红光这样的MPV会被喷上 何载欺人这样的字样 而如今很多七座的SUV都被强制要求喷字 甚至还要喷上监督电话这样的字样 用于一辆售价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七座SUV来说 被喷上字是很难看的吧 第三点 七座SUV的空间实际上并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大 增加两张座椅是以牺牲储物空间为代价的 而且乘坐空间会比五座车型要小 七座的SUV乘坐没有五座SUV那么舒适 所以购买SUV宁愿买五座也不要买七座 在你以后 Altyazı M.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